所以剛剛寫的程式我把它放在雲端白板的第15頁的地方 主要是format format是哪一個儲存格 什麼樣的規則 再串接 反正就是把後面的東西串接完之後 再丟到前面的儲存格 大概就這意思 所以理論上是後面處理完之後 再會透過這個等號 把這個後面串接完的結果 丟到前面的儲存格裡面去 所以它的流程是這樣 應該可以懂這個邏輯吧 因為我發現同學 剛開始 最容易被這個等號 給這個 因為以前可能數學觀念一直根深地 他等號就等於 可是實際上這個等號在這邊的意思 跟以前你所學的那個 數學那個等號是不同的 OK可以這麼講 所以你不要一直被那個 給限制說 老師這個等號在這裡 感覺怪怪的 OK 所以大概是這樣 大家了解一下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如果說 有個地方同學 會特別問到 就是這個101有沒有 這個101的一個數字 通常 我們資料會變動 比如說像下 假設現在的會員 到100個 可是如果說將來 會員雖然會增加或減少 對不對 所以呢如果有增有減 那如果說 又增加幾個人 那你 你的 程式不需要重新再改 又在這邊改 比如說多5個 那106 再多5個 那111 那每天都改程式就好 所以有沒有什麼方式 可以不需要去修改這個 101這個數字 OK 這個蠻重要的 所以要學習一招 就是我怎麼知道 目前 這個範圍 之內 他最多的比數到哪裡 一般的習慣是這樣 會從哪裡呢 會從這個A1或A2 向下追蹤 你大概用A1用A2都可以吧 那追蹤的 技巧有點像是我們按下Ctrl鍵 Ctrl向下 他就會 幫我停在 這個範圍的 最下面一列 下面一個就空了 有沒有 那我要怎麼樣 把這個追蹤的技巧 寫到我們程式裡面去 主要是這個 所以我會想一個方法 就是類似這樣追蹤的方法 那追蹤的寫法 特別之外 有點像是這樣 我們剛剛什麼 游標是先放在 A1好了 所以這個A1的話 通常 我如果要指到那個 A1的儲存格 習慣上當然用Range Range比較簡單 Range A1 就把它寫A1 OK 也就是有點意思 我游標先放在A1儲存格 大家有同學可能還會問一下 老師為什麼你有些地方用Range 有些地方用Sales 對不對 順便講一下 如果你用Sales 通常是放在回圈裡面 為什麼呢 因為 Sales裡面這兩個數字 都可以用數字 但是如果你用Range的話 它裡面會是放一個文字 那文字沒辦法加1啦 有沒有 沒辦法說我現在換 加1 變2 變3 變4 所以理論上 在回圈裡面通常會用Sales 這個可能要特別小心 如果你單獨指的 某一個儲存格的話 我是建議 你可以用Range Range除了可以 是一個儲存格 也可以是一個範圍 其實還蠻萬用的 大概說明一下 點一下 OK 意思是 我如果要向下追蹤的話 記得 點END END有點像Ctrl鍵按住了 Ctrl鍵按住 然後呢 如果要Ctrl向下的話 請你再加一個刮弧 刮弧之後的話呢 就Ctrl向上向下 那如果Ctrl向下的話 有點像是Excel Down 這個特別注意喔 我是建議你不要自己打 因為之前有同學 常常打什麼 XL嘛 XL嘛對不對 可是他打成1 X1 常常就打錯啦 我建議你剛才用選好了 刮弧之後選 XL Down 意思是Ctrl向下 好 那這個時候的話呢 他就會幫你 Ctrl向下 向下之後呢 那我們不是會得到 游標不是會停在哪裡呢 停在這裡 對不對 那現在在哪一列啊 那如果我想要把 101 這個數字呢 帶回來的話 那特別注意喔 你就再點一下 把101那個數字 幫我的那個資料帶回來的話 那你會發現喔 他其實裡面有一個屬性 叫做Raw 有沒有一隻手拿著一個資料 那就是一個資料 意思說呢 把這個這個到屬性 把這個101的這個屬性資料呢 幫我帶過來喔 放到這邊來 那這個時候呢 這裡面 這個最後的結果 就是101了 那一樣的道理 如果下一次 資料增加的話 比如106 你看就像這個數字呢 就會變106 也就是會跟著變動喔 OK應該可以理解這個意思吧 這個當然呢 如果你實在是 就是以後會怕忘記啦 我建議你乾脆 可以放個地方 以後乾脆先複製貼上算了 至少反正不要出錯就好 OK 追蹤喔 從A1追蹤到的列 100 其他也是這樣 把它複製 貼過來 這一行其實 蠻重要的喔 以後的話 我是建議喔 如果你那個範圍 假如說會有可能變動的話 那一律呢 都把它寫成這樣 就OK了 也就是你將來啦 比如說我們 Ctrl向下 如果像剛剛 這個資料假設刪掉一些 有沒有 那如果 刪掉之後呢 剛剛如果101 他一定會 跑過頭 那現在的話呢 基本上應該就沒有 跑過頭的問題 清楚 輸出看一下 Ctrl向下 有沒有 他就跑到這裡 下面沒有了 有沒有 為什麼 因為他會自動追蹤 OK 所以這個其實是還蠻重要的一點 這個是第一個 如何讓這個程式向下自動追蹤 這個應該也不會過頭啦 所以 就是 寫這一段 從 A1向下追蹤 Ctrl向下 得到的列 OK 這第一個 那第二個的話 就是說 我們剛剛有用的 Format 那你想說 是為什麼你知道用 Format 有沒有 那 VPA裡面呢 有哪些函數 他 是不是能夠像那個什麼 像Excel Excel可以直接從什麼 從這邊 從這邊直接插入函數 那我們可以知道說 這裡面全部裡面 有這麼多函數 而且他有說明 那如果說VPA裡面你想知道 他有完整 其實坊間有書籍啦 專門就是什麼 VBA 函數 詞典 齊標好像有出一本 好後一本 OK 只是我覺得 當然 那個 你可以當參考啦 不過如果你假設 就是 不太習 習慣就是經常翻書 找的話 另外還有一招 就是你可以善用在VBA裡面 有一個快速鍵 叫做F1 像我現在郵標先放在Format上面好了 我按F1 那你只要把郵標放在某一個函數上面 按F1 他就會自動幫你去查詢 那個函數的相關說明 有沒有你會發現這個地方他就會出現什麼 Format 他這邊翻譯叫函式啦 其實就函數 其實是一樣的 然後呢 裡面就會跟你講說 到底這個函數是什麼用 語法 是怎麼使用 然後怎麼去傳參數 怎麼去設定 等等的相關說明都在這裡 還有什麼一些格式 如果是數字啦 日期時間 等等 怎麼怎麼用 OK 這邊底下 都有相關說明 這個 第一個 按F1 那第二個的話 如果你想要知道 VBA裡面所有的函數的話 其實你可以在往他的 左邊這邊 有個下拉清單 他是其中一個 你往上拉 你會發現呢 他就會有一個叫函式 也就是說你點擊他有沒有 這邊點擊他 那 蓋光好了 底下呢 他就幫我怎麼樣 把Excel VBA裡面所有的函數 他翻譯在函式 通通幫你列下 也就是說呢 他這裡面 大概幫我區分成這些啦 比如說什麼轉換函式啦 數學啦 等等的 那底下 就幫你列表 不過呢 其實還蠻多的 裡面包含什麼 這個ASC好像之前有沒有用過 不過你會發現在這裡用法不一樣 可能你們有興趣自己在看 數學函數這邊也有 轉換 還有其他函數 這麼多 這麼多 OK 那我是建議啦 如果你想要累積 相關的這個VBA能力的話 慢慢以後啦 就是 還是要稍微瞄一下 像我以前的習慣就是把它做筆記整理 比如說哪一些函數他到底做什麼用途 哪些函數做什麼用途 可以稍微筆記一下 那以後呢 如果有需要的話 那我就到這邊找找看 有哪些函數可以用 當然他有一些相關說明 這底下有相關 這邊有列表 那你也可以稍微看一下 只是說呢 他的缺點是怎麼樣 他裡面的說明 可以看得出來 翻譯得非常的不好 而且 他那個 寫敘述的方式 真的是寫給工程師看的 好像我們是還蠻習慣這種寫法 可是一般人來看 就覺得看得蠻吃力的 不過慢慢你要習慣 因為這 畢竟如果說你要跨到 所謂的開發人員領域的話 真的又是另外一扇窗 不同領域 真的很多地方的敘述方法也不一樣 OK所以大概可以給各位一個方向 大概是這個 所以我剛剛 重點就是 直接把優標放上 按F1 F1裡面就有非常多東西 以後有時間的話 你不妨按F1 他自己 去在裡面查查看 如果你實在是看不習慣他都 沒關係你就去買那個相關的那個 VBA的 詞點 也OK啦 反正這個 其實管道還蠻多的 我跟各位講一下這個部分 那再來的話 最後我們再來講一個有關制定行 因為像我們剛剛做的這個動作 基本上都是按鈕 那就有同學說老師那我可不可以 像那個Excel裡面的這邊函數 他這個函數的話就是 可不可以 幫我找一個函數叫做手機函數好了 然後我只要給他三個參數 他就給我我要的結果 這樣會不會更好呢 而且 這個函數的話呢 以後這樣用我也比較習慣 我不要按按鈕 可不可以 那可以啊 怎麼做 我先把做完的那個 那個公式先DEMO一下給各位看 在這裡 在第15頁 這邊有個Function End function在這一段 這個喔如果你假設啦 我把它放在哪裡 一樣放在模組喔 最下面 那你有沒有發現 哪些地方不一樣 第一個 如果是按鈕的話 是Sub Sub 如果呢 是 自定函數的話 叫Function OK 第二個的話呢 刮斧裡面呢 Sub沒東西 Function裡面呢 有東西 有沒有 第三個的話呢 它這個前面喔 是要把串接的結果返還給 自己本身 所以上面的名稱 跟前面等於的前面的名稱 會是一樣的 那我先DEMO給各位看 這個是寫好的版本喔 如果我們寫好了 你會插入函數 它會放哪裡呢 它會自己獨立一個類別 叫什麼呢 使用者定義 也就是說呢 我在VBA裡面 有寫那個Function的話 才會有這個類別 但是如果沒寫就不會這個喔 等一下你自己看應該是沒有啦 除非你有寫Function 第一個喔 好那我們有了對不對 然後把它點使用者類別 你會發現裡面就有個手機 有沒有 那這個手機就是我剛剛講 Function 空一格手機 因為我給它一個名稱叫手機 手機函數 然後底下的話呢 沒有說明 不過會跟你講說 需要三個參數 第一個參數是電信業者 門號區碼 跟門號按確定好了 這個時候的話呢 那時候其實會卡卡的 它會跳出類似像這樣的畫面 一樣嘛 所以要給三個東西 第一個的話呢 是門號區碼 電信業者 先給他 第二個的話呢 給區碼 三個給莫碼 一個羅伯爾坑喔 你會發現喔 給過來一個 兩個 三個的號 最後得到什麼 一串電話號碼 有沒有 這是我們量身定做的 制定函數 按確定 那底下 直接快速點兩下 結果OK 那只是說呢 這個制定函數 所以這就量身定做啦 當然 理論上你們電腦裡面應該沒有這個函數 所以喔 以後如果說呢 假如呢 我希望能夠有個 自己量身定做 針對我工作需求 我去產生的函數 那該怎麼做喔 OK 特別注意喔 他執行的方式就不是按按鈕喔 所以你不要 把他跟按鈕喔 把它 相提並論喔 兩邊是不同的喔 兩邊這個是按按鈕喔 這個的話是從這邊執行喔 找到使用者定義喔 那怎麼做喔 首先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 一 如果你要建立一個 手機 的方式的話 第一個 必須什麼 不是SARP 叫FUNCTION OK FUNCTION你可能這個字不要拼錯啦 FUNCTION ENTER 這樣就OK了 如果你實在是這個FUNCTION這個字拼不出來喔 另外一個方法啦 插入有個程序啦 程序裡面這邊也有FUNCTION啦 你就把那個手機這兩個字打上去也可以啦 方法二 如果你實在是 這個字拼不出來 你也一樣可以插入 程序 FUNCTION FUNCTION 然後按確定就可以了 不過它會多一個Public啦 這個Public不加也沒關係啦 加用戶不加都沒關係 好 那第二步的話呢 它會多一個小瓜糊 那這個小瓜糊做什麼用 因為特別注意喔 FUNCTION跟SARP最大不一樣就是 SARP 不會互動 反正呢 我就自己去找資料 我就自己幫你去合併 我就自己幫你輸出 我一個問題都不會問你 OK 但是FUNCTION不一樣 FUNCTION一直問 你給我三個資料 如果你不給我資料 我就沒辦法幫你完成 有點是一定要互動 強迫互動的意思就對了 所以呢 瓜糊裡面需要給它 三個問題 哪三個問題 這三個 所以我習慣把這三個欄 Ctrl C 然後直接在這邊 Ctrl V 中間加豆點就可以了 它原來貼上好像是 換行 把它 中間加豆點 意思說 第一個 瓜糊 第一個 那個文字方塊 第二個 第三個 好 那它跳出來 就三個 框框 OK 這個名稱 當然你也可以用英文的 也可以用中文 都沒關係 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就是做串接 那特別注意 一般習慣是把這個名稱 直接放前面 加個等號 也意思是說 幫我把那個 後面規則串完之後 丟回來給我自己 這個方選 那我郵標放的位置 他就自動幫我把結果丟到這邊來 所以我規則是09 然後 AND AND什麼 電信業者 應該是11 所以他剛剛把那個 11放在電信業者 所以後面的話 AND什麼 就是把電信業者 把這幾個字 串在這裡 實際上 這個電信業者 就是一個 參數 那11 他會裡面 就 就是你剛剛不是 選一個11 這個嗎 他就會把這個資料 存在這裡面 OK有沒有 所以84呢 就存在這裡面 有沒有 7就存在這裡面 然後呢 我們透過這個參數 的資料丟過來 所以 0911 然後 後面的話呢 就什麼 AND AND 後面的話一個減號 所以規則跟剛剛一樣 一個減號 然後再 Format 這個跟剛剛的 那個方法一樣 Format 然後把 門號區 區碼 放過來 逗點 然後後面 000 後雙引號 破瓜糊 OK 那這樣的話呢 最後一樣啦 就是再把這個 AND 減號 Format 把它貼到後面去 把門號區碼 改成門號末碼就可以了 字表打錯啦 反正就是這樣規則 應該可以看懂 我看一下 是不是打錯 Format 少一個AND的符號 有沒有 這個 然後這邊也少一個AND的符號 所以 如果你規則打錯啦 它在跳紅 然後你檢查一下就好 只要 不要做錯任何地方 你的程式就run出來了 OK 這樣應該看得懂吧 只是說你們可能要慢慢習慣這個規則 因為又是另外新的東西 好 做完了 我看一下 09 11 減然後084 007 沒錯 做完之後的話 執行特別注意喔 因為之前同學都已經習慣從這邊執行 錯喔 特別注意喔 Function不是從這邊喔 上面的話 只能針對sub 這個的話呢 從哪邊執行 特別注意我先清掉 請你從這邊執行 找到使用者定義 這樣子的話呢就跳出來 然後就直接給這個 11 這個給84 這個給7 出現了 出現了 為什麼錯呢 趨勢 這個選錯了 不是 選 對 這樣OK了 按確定 向下填滿 這樣OK 特別注意喔 這個地方還是要自己向下填滿 因為Function喔 它沒有跑回圈 所以呢 下面的東西它不會一次圈會跑完 另外呢 你們可以發現喔 如果你要寫成Function的話 你也不能用丟公司的方法 也不行 OK 因為它裡面沒有這種方式 只能用類似剛剛的第二個方法完成 OK 請各位試一下 Function的部分 那我是把它放在雲端的第15頁的地方 Function部分 自定函數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當然啦 一般在使用上面 還是以Sub多於Function 我問到同學 你用Function的機會多嗎 沒有啦 我後來發現 大部分還是用 按鈕 機會好像大一點 至於說你什麼時候用 反正就看你覺得 怎麼樣用你比較順手 這個有的時候是 可能還是要針對個人的使用習慣 反正這些東西都是 幫助你加快 工作效率的一種方法 OK 試試看喔